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本期的希望看新闻 我是婉婷 今天是美东时间的8月18号星期二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组中国大陆的热点新闻 8月18号大陆媒体报道 中共中纪委国家监察委在官方网站发布通告说 中良集团有限公司的总会计师洛家芒 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目前正在接受审查 当前粮食安全问题十分敏感 身为中粮集团的总会计师突然落马 让外界产生质疑 舆论认为这是北京当局为了应对当前的粮食危机 而清查粮食硕属的第一刀 中储粮的河南分公司系统曾经爆出 有一百多名硕属利用国家相关收购政策 空买空卖粮食 有知情人爆料 现在中国大陆很多粮库都是空的 对于落家芒的突然落马 网友说 作为会计要么是查账的 要么是暴涨的 在这个案子里不可能是贪污腐败的核心人物 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报告公开承认了 中国有可能会出现1.3亿吨左右的粮食缺口 其中谷物大约是2500万多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中共外事办奉命搜刮海外医疗物资的消息 近日海外媒体大纪元披露了 今年2月黑龙江省大庆市外事办向全世界搜刮医疗物资的细节 文件显示 该机构利用了东北亚民间组织和一带一路民间组织 以及海内外民间组织来搜购各国医疗物资 大庆外事办联系了荷兰、非洲、马来西亚、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商会组织和企业家 以及海外留学生 并联系在海外的华人侨团大量采购医疗物资 在这份文件中还提到了 大庆市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的作用 据悉,这个协会是中共的情报机构 此外,大庆市还利用所谓的有跑城市洗劫防疫物资 在疫情之初 中共以举国之力搜刮医疗物资 造成了疫情向全世界扩散的过程中 各国的医疗物资一度非常短缺 从而加剧了疫情的爆发 欢迎回来 我们再来关注一组美国方面的最新消息 根据《国家脉动》8月15日报道 2002年曾经在纽约州州长库默竞选团队中 担任顾问的柯恩斯 在2018年被游说机构聘为副总裁 根据美国司法部的外国代理人的注册材料介绍 柯恩斯是为中共驻美国大使馆服务 支持大使馆的安排和活动 其实就是他代表中共驻美国大使馆游说美国政府 报道中还提到给柯恩斯开工资的就是中共政府 并说纽约州长库默在4月份的一个记者会上 曾经荒诞地说这次的疫情是欧洲病毒 并说病毒不是来自中国而是来自欧洲 此外 库默在疫情期间 从联邦应急管理办公室得到了数千台呼吸机的同时 还预付了部分款项从中国订购了上万台呼吸机 结果是并没有多少呼吸机被使用 《国家脉动》此前还曾经独家报道过 联邦议长 民主党籍众议员佩洛西的前助理戴利 也曾经担任过中共党媒中央电视台在美国的战略顾问 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美日联合军演的最新进展 8月18号 美军太平洋空军司令部发布声明表示 为了展示美军在空中的战斗力 加强与盟友的协同作战能力 保障印太地区的自由和开放 美国空军 海军 海军陆战队和日本航空自卫队 在当天进行了大规模的联合军事演习 美军在24小时之内从美国本土 日本 太平洋 印度等地 调配了四架战略轰炸机和英式战斗机 两架隐形轰炸机 一架闪电战斗机 以及航母打击群 与日本航空自卫队的英式战斗机 同时执行了轰炸机克遣队人物 这次军演展现了美国空军迅速集结的能力 外界媒体分析认为 美军这次在日本附近海域集结 可能是向中共和朝鲜发出强烈的警告信号 那么好 以上就是今天带给大家的主要内容 感谢您的观看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视频 请支持我们的YouTube频道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赞 打开小铃铛 您的订阅和转发都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 谢谢大家 我是婉婷 我们下期见